从野外录影耳朵嗡嗡嗡 口挖后尽一度失聪 开开心心出门录影 但小心宠宠危机 因为高雄一名十岁女童 日前和家人去山上录影 晚上睡觉时 幼儿跑进一只害虫 女童顿时感到疼痛 还有嗡嗡声响 她受不了 立刻用手指挖耳朵 结果没想到 隔天早上 女童幼儿听不见声音了 耸一后 医生在她右侧外耳道 发现死掉的害虫 我们予以安抚小女猫 以及给一些局部麻醉 然后以耳捏去移除了这只小昆虫 外耳道深部的地方 发现迷难性的一个红种及冲雪 然后许多分泌物之外 可以明显发现 这地方有一个水泡 那这个部分有可能就是昆虫的一个肢体 或者是它的一些毒液 造成一个局部的反应 女童经过三天治疗用药 耳朵终于恢复正常 医生表示可能害虫进入耳朵后 受到惊吓往里头跑 导致女童外耳道红肿 体力受损 因此建议民众 如果不小心害虫跑进耳朵 只要滴油进去淹死害虫 赶紧就医将虫夹出 就可以了 地方中心高雄报道 你那边没画面是不是 不好意思 因为我有加入好评友 加入好评友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你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限时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 赶快加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